就在铁轨上 警方施展大外哥 场面又够惊险 园子一把一把 架住男子 整个人抱住外摔 男子一下就被压在地上 原来他闯入轨道 超失控 我们没有要追你啊 是你为什么要一直走过来 不说 不说 园子一把 园子一把 跟着男子走趁机制服 原来男子15号一早 就到嘉义大林火车站 直接闯入铁轨 在铁道上失控狂奔 还不断对着列车大喊救命 让站务人员吓得赶紧报警 我们人员去关心他 可能觉得直接有问题 大概就是他就是直接对 可用马就是一直喊救命 男子买好北上火车车票 却没有上车 直接闯进轨道 打吼大叫狂奔吵闹 超级失控 这个精神不稳 预测啊 要追火车 定制进入铁轨 男子疑似精神不稳 在铁轨上被大外隔压制 就被医护人员 抬上担架强制送医 自己闯铁轨 让园警也冒险在轨道上逮人 幸好没有造成其他人受伤 有惊无险 记者侯官罗菜阳嘉宜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